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 大家好 为达成在台中市新建1.2万户社会住宅的目标 台中市政府全力推动社会住宅 除争取政策与预算的支持 台中市政府也努力进行完善的规划 包括将社会住宅取名为共好设宅 营造品质好 环境好 规划好的台中好宅 2018年以前台中市社会住宅动工数约1771户 卢市长上任后积极推动 至今已新增开工1997户 后续还有千余户的社会住宅案件正进行招标作业 未来将持续努力推动 让台中市民朋友拥有安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记者邹志中报导 台中市共好社会住宅 是由政府当房东 由民众只租不售的住宅 加上共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得见的是作为住家的房子 但其实里头看不见的生活才是重点 我们认为的共好 就是参与在社宅中的各种角色 能一起在城市里开创一种新的居住生活想象 包含工部门 建筑师 进住社宅提供服务的单位 当然还有实际住在这里的居民 社会住宅是一个多元 混零具有包容性的新形态社区 以台中市第一栋位在风源的社宅为例 200户约500位居民中 每4人就有一位是学龄前的孩子 有8成为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另外也有4成保障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一般在租屋市场上 容易受到不友善对待的族群 接着我们就将用5点和你分享 我们是如何做到更好的 社宅内的公共空间规划 有别于传统集合式住宅的店面招商 而是引入不同领域的专业单位进住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提供基础健康咨询 举办健康促进与卫教宣广活动 同时结合长造资源 提供更完善的照护系统 刚开始进住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住户 就是比较不一定说是来进行健康的资讯 他可能只是日常的一些聊聊天 因为经过一些时间的陪伴 我们也是对他们会进行一些 就是在聊天之余 也是偷偷贯注他一些健康的资讯 或者是多鼓励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提供社福资源转介串联 并以各种活动提升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族群的社会参与 好办设计则协助工部门推动 如社区行动种子 微型社群 社区营造等工作 同时串联公共艺术计划已发挥宗效 这些单位提供的都不只是单点一次性的服务 而是透过长期进驻 与大家实际生活在一起 倾听观察到各种需求和回馈 进而弹性调整提供的服务 就像是大家的朋友 要管理一栋设宅需要整合许多单位 以丰原社宅为例就有市府住宅发展工程处辖下的企划科 服务科 工程科 负责日常为运的物业管理公司 修善的机电公司 三间进驻的组织等将近十个不同的单位 若横向沟通没有做到位 很容易就会发生多头马车 资源浪费的问题 对社宅居民来说 也没办法找到可以信任的单一窗口 幸好 市府早在居民实际入住前 就已经展开跨单位的工作会议 每个月会举办一次 所有单位聚集在一起 分享各自遇到的挑战 同时给予彼此回馈 在这个平台上 来自不同领域的意见都能充分被表达 试图在管理效率 社区情感连接 社服医疗伦理 一线执行务时与否等各种考量中 找到最佳解 当我们先做到内部共好 也才能对外传递这样的价值 礼拜一开始 我们大家就开始在写一本社会住宅的历史 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写得很伟大 但是希望我们帮这个社会做一点事 社会住宅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实践场域 除了既有规划外 也希望能引入更多来自外部的活属 共同激荡出新的火花 合作形式相当多元 弹性 以风源社宅来说 就曾有风源就业服务站短期注点提供咨询 老五老基金会与仪电合办长者活动 企业赞助设备资源等 未来也将规划空间租界参访交流 我们期待更多人一同加入 好多人给我们这么多的帮助 这一次的社宅的运动能够影响整个台湾 这些合作的成果也会放在台中共好社宅生活网上 让更多入住社宅的居民 在社宅中提供服务的单位 与对社宅有兴趣的一般大众 皆能及时获取相关资讯 人与人的连结是互助的第一步 我们举办不同形式的社区活动 以依基地的需求及特性建立社宅里的微型社群 邀请大家一起做些什么 或许是面对共同的挑战 也或许是享受共同的成果 在枫园社宅中 这成立有安康律促定屋顶农园社群 运用建筑师设计的顶楼空间 号召对农艺有兴趣的住民加入 我们从搭建棚架开始 到最后将收成回馈到社区内既有的共餐活动中 不仅让效果加成 也有长期延续的可能 做过好办来成立着一个安康律促围的活动 当初市政府跟独发局团队跟建筑师 在设计这一个建筑一样 从没有到有 其实是当我们觉得是很大的 风源社宅也是全台第一个在社宅里 推动计划型公共艺术的职域 透过艺术 我们看见彼此的交集 与独一无二之处 共同打造出能承载记忆 真正走入人们生活的作品 台湾的社宅是中纪宅 有一定的租期限制 因此我们希望能陪伴入住者 更善用住在这里的时光 培养能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能力 同时也翻转入住者就是弱势 资源接收者的刻板印象 因为我们相信最棒的资产 就藏在每个人身上 具体做法像是社区行动种子计划 申请者依据自己的兴趣或专长 每月投入一定时数贡献社区 竞争选后免抽签入住 他们就像是社区里的康乐股长 风源其中一位种子 所举办的一家一菜派乐日 就相当受到大家欢迎 吃饱是个问候语 然后我们在这个活动间一起吃饭 其实出了小时候到现在 真的很少就是说 我去邻居家吃饭 这是一个我觉得想去实现的东西 我们也挖掘有潜力的社宅居民 找到他们可以发挥的舞台 风源社宅就有一位年轻妈妈 想成立自己的烘焙品牌 我们便邀请她负责制作活动的点心 担任工作坊讲师 一方面让更多人认识她想做的事 另一方面她也能因此得到实质的回馈 好办跟我们所有的团队同仁 跟大家认识 我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认识风源 真的是会很谢谢说我幸运拥有了这个安稳的家 而进而认识大家 从自我认识 与他人建立关系 与群体的互动 到背后许多专业者的构思与实践 这是一趟我们共同体验 学习 创造的旅程 你看见了吗 这些我们共同打造的美好 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共好